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1月11日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郭文贵 这是最近呢 我说这个郭文贵在美国最后的日子一个系列的节目 那这是第三个节目 第一个节目呢 我跟大家说了 郭文贵呢 在中国和在美国全都惹了事 而且呢 都是刑事犯罪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中国有刑事犯罪就让他不敢回中国 那在美国有刑事犯罪呢 让他在美国也待不住 那我第二个视频我就说了 有的人说呢 郭文贵已经是逃离了美国 因为确实郭文贵呢 在美国惹了事 在美国待不住了 所以他跑了 所以我第二个视频呢 就分析了一下 这郭文贵呢 他是不是还在美国 结果我第二个视频的分析呢 我认为郭文贵仍然是在美国的 那他既然是在美国 那就出来问题了 他在美国是待不住了 因为他有事 而且呢 他又不能回中国 所以他必须得在美国待着 那在美国有事 而又想在美国待着 怎么办呢 这是我今天这第三个视频所讨论的 他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使劲抱住川普 在川普下台之前的有限的时间当中 让川普呢 能给他一个赦免 如果川普能给他一个赦免的话呢 那他就万事大吉了 那他就被解救了 那他后半生呢 也就无忧无虑了 不用再害怕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郭文贵现在是不是说在努力的抱住川普 让川普给他一个赦免呢 他最近的表现呢 倒让人有点迷惑 就觉得说呢 他好像不是在使劲抱着川普 他好像对这赦免呢 也不是很在乎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郭文贵 他还是站在川普的这一边 他满嘴呢 一口一个川普总统 他还在指责呢 对川普总统的言论自由的打压 那还有呢 就是他还和这个班农站在一起 他说川普总统呢 是支持他这个所谓的爆料革命的 支持他推翻中国政府的 所以呢 川普总统还是他的一个支持者 川普支持他 他就支持川普 另外呢 他说是川普总统把他留下来了 但是为什么我就说他的态度又模糊呢 因为他说的另外的一些话呢 又让人觉得他好像对川普也不是极力的维护 他也不是很小心他的语言 是不是怕得罪川普 他说呀 他能够留下来得益于班农啊 博明啊 这些人 是这些人把他保下来了 不然的话 川普就给他驱逐了 那从这话里面呢 能够看出来 他好像也不怕得罪这个川普总统 另外呢 他说六号国会里面是一场丑陋的表演 他没有详细说 但是不是很清楚 他所说的丑陋表演是什么 是指彭斯吗 还是指民主党吗 还是指支持川普的那些反对大选的 他说的很模糊 但是呢 他也认为大选的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 在大选这件事情上 他经常是表态是站在川普这一边的 但是他有的时候他说的一些话呢 实在是如果川普知道的话 会让川普觉得很没面子 会对川普来说自尊心是一个伤害 会对川普要赦免郭文贵呢 是非常不利的 那尤其是川普总统的那个推特被封之后 光贵这两天说的话呢 就更加的露骨 好像呢 不仅不怕得罪川普 而且好像还诚心来得罪川普似的 那川普的推特被封之后 我们就知道 川普呢 就在寻求一个新的发生途径 据报道啊 有好多的媒体呢 就来找川普 希望川普能上他们的平台 但是呢 据川普身边的内部消息透露出来 说这个川普呢 这些媒体他全都看不上 因为他不想找那些影响力小的 让他不能一下子得到很多的支持者 就像在推特里面 他有八千八百七十万的粉丝 据内部消息呢 说他现在基本上倾向于自己来搞一个媒体 据说他的女儿Evanka已经在一些社交群里面 号召大家来捐款 来建这个平台 因为这个建的平台呢 是需要很多很多钱的 就是川普他自己的钱都不够 那光文贵这一边呢 他从川普总统的推特一被封了 他就在他的直播里面 他就说 说现在呀 我们火了 现在两边全都在找我 就看上他这个GTV了 那他在9号的时候呢 他就对他那些小蚂蚁直播的时候就这么说 那在10号的时候呢 他又说这事了 他说啊 两边都找他呢 说川普这边找他呢 他给拒绝了 他说他不跟任何的党派合作 而另外的一边呢 说也找他了 说你要是跟我们合作的话 就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意思是说呢 把他前一段时间 把亨特的那些材料公布出来那事啊 就不跟他计较啊 还是怎么着的 他说这是我的原则 我不后悔把亨特拜登的那些东西呢 公布出来 就算是川普的儿女 就算Ivanca如果有那些事的话 我也照样会公布的 我不跟任何人合作 你看 他挺牛啊 有的人可能会说了 哎呀 他说的话还有份信吗 他说的话都是烟幕弹 假的 但是这事是这样的 他就算是这个是假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 川普不会找他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 据川普的内部消息说 很多人找他 但是呢 他不想跟他们合作 因为他们都太小 影响力太小 但是你郭文贵的这个GTV影响力大吗 影响力也不大呀 所以川普不可能主动来找郭文贵 郭文贵倒有可能主动去找他 但是呢 川普一定是拒绝的 所以呢 他说这些话 但是呢 如果他怕得罪川普 他想要川普对他进行赦免的话 即便是被川普拒绝了 他也不应该来说这些话 因为他说的这些话呢 这些横话 对于川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是一个很没面子的 川普这个人是很要面的 那你要是说这些话的话 川普肯定会报复的 肯定不会给你赦免 那反过来说郭文贵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吗 他应该是认识得到 那为什么说他还这么横呢 为什么说他两边都这么横呢 现在看来他是不怕得罪川普啊 他不怕得罪川普 就等于不怕不给他赦免 就等于他不想要这个赦免 就等于他不怕被驱逐 或者说呢 他不会被驱逐 这是为什么 川普总统呢 现在应该不会去驱逐他了 川普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 还顾得上你郭文贵这事 川普要给他驱逐的话 就是想跟中国交换点什么 都这会儿了 川普仍然在打压中国 没有一个想和中国缓和的迹象 所以呢 他就不可能拿郭文贵 来跟中国进行谈判 这是不可能的 那郭文贵呢 势必就被留到的下一任政府的手里面 那就是拜登 那现在看来呢 他对拜登也不怕 这是为什么呢 那你如果说你拜登也不怕 那你就不怕被驱逐到中国呀 那为什么不怕驱逐到中国呢 我今天呢和网友在讨论这件事情 网友还说 前一阵子这个郭文贵 疯狂的打压海外民运 那会儿呢就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郭文贵呢 实际上是一个双面人 他明着说在打压海外民运 明着说呢他要推翻中国 推翻共产党 但是实际上呢 他是在帮共产党的 我现在呢忘不了 在最初的时候 郭文贵更到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段录音 郭文贵呢在那段录音里面 他就说 说哥几个等着啊 等着我先到美国 我先到美国 把那些人给他拿下 我先立点功 然后我再回去 还明摆着那会儿他所说的那个立功 他所说的那些哥几个 那是中国国内的 很有可能是马剑他们 他那话呢 很有可能是在马剑倒台之前 他跟中国国内的那些人说的话 就是呢有一种说法 说郭文贵他是一个双面间谍嘛 说他是一个间谍嘛 但是呢马剑已经倒台了呀 但是你别忘了郭文贵这个人 他特别善于去搞关系 是特别善于抱大腿 这个大腿没了 马上就能抱上另外一个 他特别善于利用人 这个人利用完了 那马上就有下一个在这利用 他特别善于这个 花言巧语 那他现在这种情况 我在第一个视频来说了 他两边都待不住 但是现在看来呢 他好像两边都不怕 尤其是呢他不怕被美国驱逐 现在好像有一点求驱逐的意思 疯狂来得罪美国的这个两边 我看美国对于他来说呢 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难道说他和中国那边又搞定了 反正是赦免这件事情呢 我看是不太可能了 川普总统为什么要赦免他呀 一个是顾不过来 一个是你郭文贵这个嘴这么臭 川普的自尊心又那么强 难道说给他赦免了以后 让他为拜登所用吗 好这就是我关于郭文贵的第三个视频 就是关于赦免的这个问题呢 我现在认为不太可能 但是现在又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郭文贵好像也不怕 另外一个问题呢 我们不能给你明确的答案 就是他看起来 他是不是和中国那边谈好了 他是不是真的是自始至终 就是中国那边派来的 这个我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好我这个视频呢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